在某时间段捕捉爆发时势牛股 大家好 昨天我们讲了这个NSM 今天我们继续来侦查标股Ketcha Ketcha在之前出了Right Issue定价0.235 Ketcha也是我们近期有追踪的股 当时由于市场低迷 股价仍在这价位徘徊 当时个人看到估计它应该不会跌破 它的0.235的Right Issue定价 因此建议在此区间关注DC 等待回升赚它一波上来 这个侦查标股系列主要在分享 在还没有大涨前我们的侦查捕捉过程 及当时的一些看法 也让有订阅我们的市场 市场技术分析 通过视频的讲解更了解当时我们分析的看法 好 现在我们来看Ketcha的走势 Ketcha这个是在这个创业版的media板块 今天小跌半分收盘在0.36 但是它昨天却飙涨7分前 约23%的涨幅上来非常的厉害 Ketcha这个股在近期我们也是有追踪 在6月15号的时候我们做了谈分析 当时它仍处于调整形态 不过没有什么成交量了 在这里没有什么成交量了 所以建议暂时守住 Right issue 0.235 已经是这个价 如果它再跌 就没有人要subscribe它的Right issue了 所以如果要增加Signy 估计庄家可能会推高一点母股 个人当时猜测是这样 所以建议暂时守住 静观其变 然后在6月28号的时候 我们这个潜能爆发上升 即反弹股名单 出现了Ketcha这个 当时收盘在0.245 这个是我们用来增插 潜能股的一个工具 如果当天有潜能股股 我们都会放在这里 做进一步的分析 OK当天6月28号 我们也是做了它的分析 它目前出的Right issue 是它脱离这个GN2 如果主板的是BN17 但是创业版是GN2 也是财务受困的公司 它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定价0.235 所以个人分析如果它要高过0.235 才能吸引股资者 subscribe它的Right issue 所以今天涨上来 估计是要推高母股 让Right issue更加有信力 除了这个Right issue过后 OK价将脱离这个GN2 恢复自由身了 所以当时建议 可以继续等看高价 当时的MSCD也即将金插上去 在这里也即将金插上去 将会加强它上升动力 所以如果 我想低细的建议 在这个支撑区间 0.240.25关注交易机会 不过要拿票熟 个人中期还是看好这个股的 然后熟了一段时间过后 在7月7号的时候 股价突然大跑了上来 价量齐升 在这里价量齐升 看来有买盘的力量进场 不过它之前 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不过突破了 它的前高0.29上去 这个是一个好的上涨讯号 因为之前在这里套牢的 它都可以有机会的解套了 也就是如果 如果庄家让你解套 它可能会升到更高的空间上去 当时的MACD也是升上的水面 上升动力转强 个人继续看好 这个是它之前Ride Issue的详情 如果你有1股 它给你一个Ride Issue定价在0.235 所以这个没有跌破0.235 股价走上去 那么就可以吸引到人家来Subscribe 这个是当时个人的分析 目前果然上了一波 之后 Ketcha也出了一个消息 成立iGovernment为政府提供的技术开发服务 我们点进去 看它的新闻详情 在这里 Ketcha媒体宣布 成立全新iGovernment业务 专门为大马政府和公共领域开发技术解决方案和软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利好消息 它可以跟政府合作 估计有商机 OK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图形 在这里6月28号我们开始侦差点 不过它 个几天后 它处于小盘整之后 股价开始上攻 然后在昨天 更是上攻一根大阳线 价量齐升 而今天股价也是继续上攻到 0.385 创新的高点 不过它在收盘的时候 回退下来 留下了一个上影线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它能否继续突破 这个近期的高点 0.385 打开更高的上升空间 而只要它可以继续上升突破 那么就可以继续等看更高的价位 当然如果它不能突破 如果它在这里震荡不能突破 然后转跌下来 那么可以考虑短线套利 而之前它突破了这个0.29过后 现在已经开始转移支撑 所以之前我们看好 它没有跌破这个0.235 可以低息 而目前果然也是推高一波上来了 而我们也有个会员 它先来的这个分享单 它已经赚钱了 在此我们恭喜它 好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谢谢 这是我们近期 侦察及捕捉到的一些标股 已收入在我们YouTube的 侦察标股系列 大家有兴趣 可以回看讲解分析过程 如果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者的潜能 14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市站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 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 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 在每个交易日 侦察及分析 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 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14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请不吝点赞举 请不吝点赞举